新梅花台风持续朝西北方向前进 气象局预估最快今天它就会增强为中度台风 不排除最快周日的上午就会发布海上警报了 而它的外围环流也开始影响台湾了 降雨的部分呢 今天白天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 但是午后中南部地区山区是容易会有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而到了今天晚上的时候呢 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北部水气会增多 所以大台北还有东北部山区 以及基隆北海岸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了 会有零星的短暂震雨 而温度的部分就来看到了 白天还有三度 而夜晚清晨的时候比较低温 北部来到了18度 温差是比较大的 要小心保暖 最后提醒下个礼拜一到礼拜四 雨量会是影响最大的时候 我是吴依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下订阅 还要开启小铃铛喔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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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